4月15日 正在海口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接近尾声 在为期五天的会展中 众多中国品牌大秀国潮科技 国货精品广受关注 新的消费理念与创新科技加持 国货市场表现不俗 但国货未来将如何保持基业长青 更好地实现出海 多位业界人士在受访时表示 国潮新风尚正在为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契机 但要打造国潮品牌在国际市场的持久竞争力 还需回归品牌本质 靠质量与设计展示出核心竞争力 才能让国潮站稳脚跟 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益介绍 近年来 中国的企业开始重视底层的科技创新 中国制造逐渐赢得市场的认可 国货如果真的想成为世界品牌 首先要成为民族品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坚持做好底层的基础研究 做好科技创新 然后让这些实实在在的底层能力 能够支撑企业 做出更好的产品 让产品真正具有产品力 我们的打造高的产品力 不断地进行创新 一定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丰富的市场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国货一定能够走得出去 科大迅飞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者战略与品牌部总经理战文宇表示 几十年前 中国制造靠成本优势风靡世界 而新时期越来越多出海产品 靠的是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在该企业的出海策略中 抱团是关键一步 中国有着远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和药食同源历史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宋介绍 企业注意到很多国家对中医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意味着药食同源理念下开发的产品 在相关国家也会有良好市场前景 过去说实在话 我们是在医药 疫苗等等领域 在国际海外的注册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我们的新冠疫苗 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走向全世界 那么现在我们把中国的药食同源 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对中医药的 它也非常感兴趣 你比如说阿拉伯 它对草药类的 它对中医药是能够接受的 我们的很多健康的滋补品也正在进入这样的国家 就是未来这些方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近年来 中国的潮玩行业出海速度也在加快 北京泡泡马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王涛说 行业正在走向精品化 也希望中国IP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国货来讲 一方面本身有IP的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进来 那也希望借国际化这个进程 能把中国的文化更好的带向全世界 第三届肖博会以打造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为目标 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20% 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个消费精品品品牌参展 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超过5万人 进场观众超过30万人次 这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 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有力见证 也为国货精品拓展国际市场提供重要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